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子 今天外面在下雨 所以不能到外面去做事 所以在家里面准备做一个泡鸡爪 这是在洞库里面买的 然后拿回来泡了一下 剪了一下洞 我们准备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花椒 桂皮 还有小米椒 大蒜子 姜片 洋葱 还有最重要的泡椒 还有米醋 生抽 就这么简单 其实做这个泡爪非常的简单 只要分两步 第一步就是处理这个鸡爪 然后焯水 第二步调料汁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鸡爪处理一下 用上我的大剪刀 用上我的大剪刀 这个鸡爪 已经剪好了 现在进行下一步 把它破开 现在烧开水 准备把鸡爪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候 只要往水里面加一点料酒 如果没有料酒的话 可以加米酒也可以 然后放入几粒花椒 首先我们把米椒切一下 这个姜的话 我们也把它切成片 接下来是洋葱 接下来是桂皮 这个桂皮洗过来的 然后是花椒 这个泡椒我们用到最多的是这个泡椒的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没有太辣了 夹入一些米醋 这米醋是新的 才开的 大概倒入一条根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是生抽 生抽 生抽也倒入一条根左右 现在水开了 我们把这个 处理好的鸡爪 倒进去焯水 从倒进去开始 算 然后我们 焯水 焯过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再把它主炖升了就可以了 现在应该有五分多钟了 那这水开了 现在可以把这个凤爪捞起来了 这个凤爪捞起来以后 我把汤捞起来 就先给你 这个凤爪捞起来 再把鸡爪捞起来 在这个凤爪 把它放进去 那里有一个 主要很容易 那可以给你 这个凤爪 一双眼 我只是想送你 你就是这样 我只是想送你 我只是想送你 你也不信 我只是想送你 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早饭啊 这是我们昨天泡好的凤爪 泡了一个晚上 应该挺好吃吧 我们自己做的没有放多少生抽 所以颜色不是很深 但是也挺漂亮的 看上去就有食欲 我来尝一个 看入味了没有 挺好吃的 刚刚好这鸡爪有弹性 煮了太久了就会烂掉了 吃了 你叫我吃 你过来怎么吃 哇 喂 我们马上再来吧